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8月18日 星期三 我們繼續來分享 分析這個世界的局勢走向 話說阿富汗的事件使得全世界聚焦 也使得全世界嘩然 除了嘩然之外 也使得 很多 共匪的力量趁這個時候就開始反撲了 把 所有東西趁這個時刻 一 攻擊美國 第二 就是恐嚇台灣 根據最新的消息爆出來 美國的參議員 在Twitter上爆料 說在台灣的美軍人數 超過了南韓 南韓應該是兩萬多人 竟然台灣 有三萬的美軍 已經在台灣上面 詳細在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記得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兩個頻道 星期二得道 以及星期二日報 星期二日報是後備頻道 請大家繼續免費支持模式 繼續點擊廣告 欣賞廣告 點擊會比 播放更加好 其實如果有得點擊就點擊 繼續用無限loop大法播放 如果你沒有時間的話 打開你的視窗搞不好聲 就可以由朝播到晚了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先講講這個消息 這個消息就是在美國那裏爆出來 話說美國共和黨的參議員 約翰康寧 在17日 昨天 在Twitter上 貼了一個貼文 這個貼文 引發一個爭議 原本 他就是想解釋美國在這一 到兩個月 在阿富汗的駐軍 大概就是有2500人 當中就提到 台灣這個問題 他後來就是一個後方 標注的數字 標注台灣的時候 台灣的駐軍竟然高達3萬人 目前台灣的國防部 就說這個 訊息應該是有誤的 但是 就是不證實任何消息 因為國防部也不可能 出來跟你證實 到底有多少美軍 現在就在 台灣上面 話說 約翰康寧 在Twitter上面就是用一個列表的方式 記載著 美軍的數量 標題就是 美國軍隊今天載 底下列出了 韓國有28,000人 德國 35,486人 日本有50,000人 台灣列出了30,000人 非洲有7,000人 最後就寫了阿富汗 阿富汗一兩個月之前 就是2500人 他似乎想描繪的情況就是 當美軍撤離阿富汗 跟美軍的人數 跟敵方的人員的推進 成為一個正比的關係 但是 約翰康寧本身這個訊息是不是正確呢 而他來的訊息渠道又是哪裏呢 這件事就只有他才知道 根據台灣的媒體報導 台灣的媒體普遍都不相信 在台灣裏面有3萬的美軍部隊 但是如果有 3,000人 應該估計比較合理 因為3萬其實不是一個小的數目 3萬的數目 就真的好像 等於在日本那樣 這個級數的地方你要收賣3萬人 就是很困難的事 3萬人要有很多個 美國的基地在那裏才可以放到3萬人 3萬人 大家看看地圖會發現很多 小型的城市就是幾萬人的人口 換句話說3萬人就不是一個小數目 3萬就不是最重要的那個數字 最重要的那樣東西 就是現在那些 左媒 瘋狂 覺得阿富汗淪陷 好像阿富汗你有份打回來 又或者你真的當自己是塔利班 我們可以斷定 共匪沒有塔利班的戰鬥力 雖然他的武器可能先進一點 但是共產黨是不是真的有 塔利班的戰鬥力呢 這是非常非常高度懷疑的一件事 大家看看他的邊境印度衝突 竟然跟印度在邊境的衝突 派運動員去 派武術家 竟然帶關刀 去鎮守邊境 到底解放軍 會用甚麼方式打仗呢 這個現在也是一件 非常之 令人誠疑的一個問題 我們認為現在那些左派力量乘機要夾包大陸 他就說 無論 到底是不是真的美國 真的有3萬美軍住在台灣 假如真的有件這樣的事的話 中共鷹派喉舌 環球時報 在昨天17日強烈警告 假如確實有3萬美軍 可能他也知道 3萬美軍住在台灣 中國大陸會立即武統台灣 誓要消滅美軍 換言之 我們認為環球時報 就是想夾包中國共產黨 其實現在也快要夾包了 因為 你們 歡天喜地覺得 看到美國失敗 你很開心 嚴格來說 是美國的一個判斷失敗 但是不是美國 自己打敗一場仗 因為美國是自己在設兵 一設兵 這個地方 就被人佔領 以及淪陷 真正失敗的 是真是貪腐的 阿富汗政府 如果大家 真是 細心想想想 如果阿富汗現界政府 真的是一個貪腐程度是到世界排名倒數排第三 的一個地方 那麼 他有甚麼理由 不倒下呢 如果塔利班 連他也打不贏 戰意高不過他 是不是這件事更加不合乎常理呢 其實 所以就是告訴大家 信息未必一定是壞 一個貪腐的地方倒下 正正告訴大家 貪腐的國家 會敗亡 現在這個世界其中一個貪腐的超級大國 當然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如果他不是那麼貪腐 怎麼會有那麼多問題 走出來呢 所以從這個角度去看 其實根本也不是一件很壞的事 只是 證明了 貪腐 貪污腐敗的地方就會滅亡 也再一次就證明美國 的信託代理人經常出現相同的問題 就像菲律賓那樣 美國每次支持的政權 到最後都會淪為一個這樣的情況 也是那句 缺乏制衡的地方 缺乏 balance of power 缺乏 一個監管 到最後 就是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私商壽仇 為小圈子 為威惠 說回環球時報 說甚麼 環球時報真的令人覺得想夾爆中國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如果敢動手 就不用說那麼多了 他們就是害怕 如果你那個地方打台灣 中間沒有台灣海峽 可能解放軍真的會向他推進 因為解放軍 根本就難以打一場海戰 這個才是最困難的地方 環球時報說 康寧說的 就是 說有3萬多的部隊在台灣 比韓國28,000人還要更加多 如果是真的話 中國政府 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 決不會接受 他們會相信國家 會立即動用這個反分裂國家法 原來有這樣的事嗎 用戰爭的方法 就是消滅和驅逐 在台灣的美國軍隊 同時就沒有力收復台灣 是不是搞錯了一些邏輯 其實阿富汗 戰敗的 最根本原因就是因為美軍撤退 不是因為有美軍 所以 阿富汗戰敗 假如台灣有3萬美軍部隊 憑你 解放軍真的可以收復台灣 這件事想想也覺得好笑 普遍令人相信參議員 John 看錯了 建交之前美國駐軍在台灣的數字 所以就變了3萬 中方人就說 參議員有心要是 尋人之事 特意要試探中方的反應 中方人說要出兵 出兵 武統台灣 消滅美軍 承著塔利班的勢 這麼喜歡說塔利班成功 你快點學塔利班吧 快點拿著可蘭經去解放台灣 我們很有興趣看看你是否可以學塔利班成勝追擊 順便解放台灣 你認真細心想想也知道 你要打台灣最困難的地方 不是部隊人數 而是 是一個海戰 海戰 最大的分別是什麼呢 跟阿富汗 就是你沒有辦法用一大堆 字都不懂的人 去作戰 因為你打海戰 意味著 你要用大量的空軍 海軍 你要取得 制空權才能夠令到你的登陸部隊 安全 這個我們很久之前 已經跟大家說過了 這個 制空權 到最後 就是空軍的實力 中國大陸是不是真的有那麼強的空軍 可以完全輕易制服台灣 國軍 的空軍 就憑你的殲10 殲20 是不是真的可以 拿得這個台海的制空權呢 細心想想也知道中國大陸 不存在著這樣的能力 飛機油也不夠了 莫講話就要大規模進攻 所以 塔利班 贏不贏到政權回來 關你什麼事 一句說完 阿富汗 前政權實在太過貪污腐化 所以才會戰敗 其實是合乎常理的 如果那麼貪腐的地方 竟然跟你說那些人很團結 打勝仗是不是更加奇怪呢 我們今節跟大家說到這裏 我們下節嘗試跟大家繼續分析其他話題 我們今節說到這裏 拜拜